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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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am spirit 是吗 还讲什么了呀 我看你们还热身了 对我看你们stretch 老师还讲了一个故事 说什么 他的脑子里头 还是哪有两个小孩 一个小孩告诉他 如果我要是跑累了的话 我就可以停下来了 休息一下 对不对 另外一个小孩 就可以告诉自己 我要坚持 我还可以再跑一会儿 对吧 那你觉得 你觉得哪个才是right 你就牵着它 我觉得那个坚持的right 是吗 那妙妙你觉得哪个是对的呀 坚持 你也觉得坚持是对的 对你看啊 我从这一点 我就看出来啊 你看如果要是在中国 老师会怎么说呢 可能也会说 讲一个故事 就是说我的脑子里头有两个小人 一个小人告诉我 跑步 如果跑不动了的话 累了的话呢 我就停下来 我不要把我身体弄坏了 还有一个小人 就会告诉自己 我要坚持下来 对吧 但是中国的老师 通常会告诉小朋友们 我们一定要选择 这个坚持下来 因为坚持是对的 如果选择放弃了 那样是不对的 所以实际上老师会 就相当于已经帮小朋友 做出了选择 已经无形中 告诉了小朋友 什么是正确 什么是错误 我觉得这样不太好 现在我能为你 你发现你们的老师 是怎么说的了吗 你们的老师 只是告诉你们 这个故事 两边都可以选 但是他并没有告诉你 怎么选是对的 对不对 我已经知道哪个 然后就让你们 自己的小朋友 自己去选 等一会儿下期间 那那个我问一下 我问一下 后来你们去 开始跑的时候 一听到那一声 气腔的那个响 你们俩就开始跑了 是吧 当时你给我讲 谁给我讲一下 跑步的时候 什么感觉啊 累 累吧 那你看你跑 你跑第一圈的时候 琪琪是跑在第一 然后你是跑在第三 不是 我开始跑的就 想要很多的在我的前面 和在我 和在外面 和在外面就到前面了 在我就超过那些三个 在我就超过那些两个 在外面还在我的前面 我们跑到那儿 然后他就 问到一个 是吗 他就超过他 我问一下 你到最后的时候 你发现你是跑在最前头 后头的小朋友 都跑不动的时候 你是什么感觉 很高兴 那你有没有想过 哎呀 他们要是追上我怎么办 想没想过 但是我没有想 因为我觉得他们不能超过我 是不是本来他们在前头 后来他们跑不动了 你就超过了 我觉得 我觉得我会演 但是我就是演了 对 妙妙 你如果要是不跑岔路 多跑那一圈 你应该也能进前三名 你知道吗 因为老师看见我 因为老师看见我是第一名 他是看见我是 没有人在那 我是那个第一 到那儿的 是吗 哎 你知道为什么你们两个 能拿这么好的成绩吗 你说 我们游泳 我们游泳 对了 你看 我们每个星期都会去 现在有那么一圈吗 我们每个星期都去游泳池 我会让你们 一直来回来去的游 对不对 你看一般像你们这么大的小孩 家长不会逼着你们来回来去的游 但是你们每次 基本上能游个四五百米 而且是一口气游下去 这就相当于锻炼你们的耐力 知道吗 知不知道 所以你看 别人都没有劲跑步了 你们还能跑那么快 最后能超过 对吧 琪琪你说 现在我能游泳吗 好 你读一下 那后头写的是什么 Stevens Creek Elementary Ballford Run 2016 你叫什么吗 哎 妙妙 我看了你也挂了一个奖牌 你昨天没得到奖啊 你挂的是什么牌啊 这是咱们上次那个去长跑的时候 你们拿到的那个 对吧 你说 妙妙 你叫什么吗 什么 My little pony的那个Princess就是Princess Twilight Sparkle 是吗 是吗 那跟咱们今天讨讨论的话题有什么关系啊 Fall Formal Princess 就算你说的有关系好不好 那结束了以后 颁奖典礼的时候 你看老师叫到小琪琪的时候 小琪琪就上去了 是不是 小琪琪上去以后 你当时什么感觉 大家都在给你鼓掌 有人叫你的名字 你说 你说 当时 你这种人 对 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为期一个月的东令营 这样小朋友可以去玩 可以去学一些东西 对不对 你看只要是咱们捐款了 你们就可以参加这次跑步 上次你记不记得 我一人给你们弄了一张支票 寄那么钱 让你们交到学校 你们前头有个bucket 有个桶 你们把这个钱放进去了 对不对 这就是donation 这就叫捐款 知道吗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啊 我们会把我们自己挣的钱 分给别人一些比较穷的小朋友 或者说需要我们帮助的人 知道吗 我们不要老把我们自己挣的钱 想的是我们自己的东西 好不好 我们要学会帮助别人 齐希 你说 他也是那个5th grade赢了 他怎么赢了 他们赢了 他们 brought more money 五年级的这个挣的钱 就是这个捐献的钱最多是吗 那一年你们一年级呢 一年级是第五啊 是吗 那没关系 只要捐了钱了就行 这个不是比谁赢谁输的 对吧 不 别在意义 对 好 不 别在意义买一些赢票 我觉得啊 咱们去参加体育比赛 不一定非得要看着 最后的那个奖牌去赢 你看我们很多人 都去参加这个运动 对吧 但最后能拿到这个trophy 奖牌的 可能也就那么几个人 你像你们一年级 最后能拿到奖牌的 就是小琪琪和另外两个人 三个人 对不对 但是你们所有的人 都参加这个比赛了 你们都跑了 你们都觉得特别高兴 对吧 那以后只要咱们参加这种东西 你们完成了 你看你虽然多跑了一圈 最后我本来在终点那块数 我在那数 去年你是跑到第二十二 我就想 都二十多了 怎么还没看见妙妙 后来我接着数 都数到第七十多号人了 我还没看见你 最后我一猜 肯定你又多跑了一圈 对吧 但你看你就全跑下来了 我还是觉得你特别棒啊 对不对 为什么呀 因为你完成了 你跑完了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你和琪琪两个人 都是非常棒的 虽然小琪琪额外 拿了一块奖牌回家 但是你们俩都完成了 都非常棒 对不对 琪琪不比你更棒 但是你也不比琪琪差 知道吗 好 琪琪你说 那个teacher是 我们那场棒完的时候 我们走class里边 他是about to 看那个 他是about to show everyone那个trophy是叫什么 但是他说的 给我的爸爸拿走 我保护说的就是 本来老师想给你 想给小朋友看那个奖牌 是吧 我不应该拿走 对吧 我应该把你的奖牌给你 对吧 这样老师就可以展示给小朋友们看了 好 那明年你再拿一个奖牌 好不好 这样我就让你挂着给小朋友看 妙妙明年你也争取拿一个 好不好 那如果别人拿了 没关系 别人拿了 你们也参加了 对不对 你想想 咱们参加这个比赛 就是因为捐款 帮助了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咱们都是 我们没有人输 对不对 你觉得我最喜欢什么吗 什么 我最喜欢跑步 那个风呢 我知道 你去年就跟我说过 但是我喜欢的那个color 第二个你要当时 能跟鬼呢 对 等你们五年级的时候就可以了 今天风太大了 我们今天就录到这儿 好不好 好 来 跟小朋友说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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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们想喜欢比赞 点いた 行 是 摩项项项项项项项 感谢观看